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75章猝死 就在刚刚 前不久 据法医临时鉴定的说法是 他因为哮喘犯了 所以用中了药 结果是心脏承受不住造成了猝死 助手道 好了 我知道了 弗兰德有些心烦意乱的挥挥手 他重重的抽了一口血痂 然后把烟给掐灭 他了解法兰克那家伙 那家伙就是一个吝啬鬼 同时他也十分的珍惜自己的命 他每次用药都是小心翼翼的 他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用药过量的 他的死 绝对不是一个意外 看来 对方已经对他的忍耐程度到了极限 他就知道 医生是一个扎手的人 默默的在办公室里面待了半天 弗兰德站起来拔通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 是他最不愿意拔通的 因为这是美国的反腐机构 平时他可以用这个电话给对手造成麻烦 但是他现在要主动交代清楚这个问题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如何保护自己 我是弗兰德 我有些问题要交代 弗兰德说完了这些话 有些无力的倒在了椅子上 他知道 自己一旦把这些话说出口的话 那就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 但是他反而感觉到踏实 感觉到轻松 至少他不会担心自己生命会被人随时剥夺的问题了 事情解决得蛮快的啊 李延兴道 几天时间 关于中医的几条禁令全部被解除 美国方面 承认中医资格证的有效性 而且 卫生局新上任的一把手 他似乎对中医很感兴趣 我觉得 你离回国的日子不远了 李延兴道 是的 我距离回国的日子不远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弗兰德那老东西 他很阴险 关键的时候 他会明哲保身 他把他所有的问题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虽然因为贪腐的问题 他可能会坐好几年牢 但是总比他送了性命要好吧 叶浩轩道 是的 那老东西 阴险这呢 不愧是一位资深的政客 李延兴生有感同的点点头道 坐牢 总比丢了命强 现在 还有一个幕后的家伙还没有揪出来 那家伙在美国 有些影响力啊 如果他识相的话 放他一命 如果他不识相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叶医生 一诊什么时候开始 马老跑了过来 他和苏老是同门师兄 这两个老头 不管到哪都是形影不离的 很快 关于中医的几条禁令 马上就要解除了 放心吧 最迟三天 三天以后 我们就会在这里的国会大厦前 进行医诊 让各位前辈都做好准备 我们争取 一炮走红 叶浩轩笑道 放心吧 叶医生 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了 什么事情也不做 成天就是吃吃玩玩 早就憋出一身毛病来了 这一次 是我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马老笑道 哈哈 那就好 叶浩轩大笑道 叶医生 刚才有人送来了一封信 是给你的 有人跑了进来 递给了叶浩轩一封信 叶浩轩接过了信 打开看了看 他扫了寥寥数眼 把信给揉成了一团 然后丢到了垃圾桶里面 怎么了 李延新问 梁延那家伙 有些沉不住气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他约我今天晚上见一面 好好谈谈 示弱 还是示威 李延新道 要不 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家伙 在美国的势力不小 万一他找来一些特殊的人呢 你信不过你男人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放心吧 我能搞定这件事情 行 我信得过你 李延新也不勉强 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是叶浩轩搞不定了 而且今天晚上去见的人 无非就是一个小混混青了 晚上九点 西尔大酒店 叶浩轩准时赶到 他从一辆出租车里面走出来 付清了车资 然后向酒店走去 这家酒店算不是奢华 但是很有内涵 看门口清一色华下面孔的女迎兵就可见 这酒店是华人开的 说明了来意 一名迎兵带着叶浩轩走向了电梯 向八楼走去 下了电梯以后 迎兵给叶浩轩指明了道路 然后便转身回去 叶浩轩从来不知道 原来在国外 也有人的排场是可以这么大的 梁营这家伙 他竟然包了整整一个楼层 楼层的两侧 占满了身穿黑色风衣的保镖 虽然没有见到那孙子 不过叶浩轩觉得 这家伙颇有几分示威的意图在里面 他暗自冷笑了一声 镜子向前走去 不好意思 私人领地 请回 叶浩轩刚迈出一步 最前方的两名保镖伸手一拦 便把叶浩轩拦了下来 随着这两名保镖 把叶浩轩拦下 其他的几名保镖 几乎同时转过身来 虽然这些人戴着墨镜 但是叶浩轩还是明显地感觉到 他们墨镜后面的杀意 我是你们老板请来的 你们不打算通传一下吗 叶浩轩笑了笑道 你就是医生 最前方的那名保镖有些诧异的 把叶浩轩打量了一番 他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叶浩轩 不错 我就是医生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叶浩轩道 如果你们不欢迎我呢 我现在转身就走 不过到时候 你们得想清楚要如何跟你们的老板交差 对不起 请稍等 我现在就去请示一下老板 保镖一鞠躬 然后转身离开 他转身走到了包厢里面去 叶浩轩也不早急 这次来是谈判的 不是来撕逼的 梁盈是美国比较大的医药商 如果能和他达成协议 那以后中医进军美国市场 将会少走很少弯路 不过要是这家伙的吃相太难看 叶浩轩也不是那种容易妥协的人 等了片刻以后 保镖走了回来 他恭敬的一伸手道 叶先生 梁总有请 叶浩轩点点头 他随着保镖来到了包厢里 包厢的面积很大 里面穿西装的那胖子就是梁盈 除他之外 还有几名大厨 在现场制作这一头烤全牛 叶浩轩点头 跟他一起肯定